目前全红禅正在接受21天的一个隔离 对于全红禅来说 此前在阿联酋表演赛中取得的成绩相当优异 虽然没能够帮助中国队夺冠 但是他整体个人的表现已经是相当厉害 而我们也看到 他还受到了国际勇联主席特别的认可和肯定 并且还点赞了他本次比赛的表现 可以说 全红禅在年底的一个收官站当中 也真的是收获满满 回国之后 很多粉丝都期待着全红禅能够在这段时间 获得一些重磅的提名 对于他明年之后的一些征程 也是一个重大的鼓励 我们知道年末 其实也到了各大平台 去提名一些体谈人物奖项的时候 从目前一些媒体爆出的消息来看 全红禅这一次 非常意外地落选了年度大奖 对于他来说 也算是一个比较遗憾的消息 根据最新的消息 有跳水迷透露说 全红禅在CCTV 中国中央电视台的 一个十大体谈人物评选的过程当中 没有能够进入一个候选名单当中 非常意外地落选 对于这样的一个消息 可能很多粉丝确实会为全红禅感到遗憾 毕竟他现在14岁 就能够取得这么好的成绩 确实是很多运动员不能够相比的 颁给他这么一个奖项并不过分 我们结合领队周济红 在一个采访当中说的 能够看得出来全红禅之所以落选 也不会有太多的意外 在当时奥运会结束之后 我们看到中国跳水队主管领队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点评了全红禅这样的一个运动员 他说全红禅这次取得的成绩 确实是相当了不起 但是他现在也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发育观的难题 像他这样取得这么高的一个成绩 其实在整个中国跳水队当中 在过往也出现了 但是有些人并不能够跨过这个发育观 并不能够低调地沉浸下来进行训练 很快就会迅速陨落 并不能够在之后继续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所以他希望全红禅能够沉下心来继续训练 否则很有可能就会出现一个伤重勇的情况 几乎就是一夜之间迅速降落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就像这个周济红所说的那样 像全红禅能够在这个年纪突然之间 站上顶峰的一个跳水运动员 在过往也并不是没有出现过 比如说像这个体坛人物的一个评选 实际上他要评选出的 不仅仅是今年 而是整体综合实力 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 比赛表现都非常厉害的运动员 所以我觉得 全红禅作为刚刚出道成名的一个运动员 可能资历包括一些经验 确确实实还是不够的 对于全妹妹来说 可能以后想要去获得这样的一个大奖 想要去站上这个领奖台的话 还要争取在未来几年 在比赛当中接连拿到大奖 这样一来才能够拿到一个好的成绩 才能够真正地站上一个最高的领奖台 包括我们也看到像他的师姐郭晶晶 吴敏霞这一些前辈的话 在之前也确实是取到了好几届的 一个好成绩之后 才能够拿到这样的一个大奖 因此对于全红禅来说 也没有必要超之过急 现阶段还是争取在年轻的时候 多拿几个好的成绩 这样一来一方面能够替国争光 另一方面也能够让他不断进步 获得更好成绩 真正站上一个高的巅峰